投婚和二婚会有这三个区别,女人要看懂 区别一,一婚什么都是第一次,生活中充满着新鲜和好奇 摸着石头过河,摸索着过日子,可以有些无奈的行为,把什么事看得很淡 夫妻吵起嫁来无底线,爱起来无底线,容易忽视周围人的眼光和感受 二婚,办什么事都会思前想后,甚至严谨甚微 区别二,一婚会把钱看得很廉价,二婚把钱看得很重要 区别三,一婚没把孩子放在地位,二婚知道孩子的重要性,再生孩子会考虑周到 一婚就如一张白纸,而这张白纸是彼此共同今后的婚姻生活 痛苦和快乐都记录在上面 二婚就是在一张白纸上已经描绘各种图案,记录了前段婚姻的点点滴滴 而最后却留了个大黑点在上面 从此这个黑点再入人生史册,婚姻宣告失败 重启第二段婚姻,还得在这张纸上作画 不管你第一次画得再好,总会因为那个黑点受影响 因为内心深处总会拿第一次做比较 心中总会感到遗憾 其实真正二婚能找到真爱彼此的也不多 真正幸福的也不多 尤其是两个都是二婚的 因为双方都不是白纸了 已经有一颗黑点了,要做出优美的话谈何容易 如果有一方是出婚,相对会好一点 因为有一张是白纸 在作画时,对方犯的错误可以有效地避免 在对方的帮助下能做出更优美的话 这样的婚姻个人觉得会更幸福一点 不管二婚还是一婚,两个人在一起 三观是否相同,决定婚姻的寿命 婚姻想要幸福,那还得磨合太多的共同观点 遇对人就有幸福,所以结婚需要谨慎 离婚好几次的人,自己对婚姻的态度就有问题 自己不负责任,别人也就不负责任了